OK好 下面呢我们来讲解第一个单元 第一个单元的主题呢叫做相遇 大家先跟我一起读一下这个单词 很美的一个单词啊 叫做 非常好 OK好 那么在多音节的词中是不发音的 所以大家直接盖住 直接发的音节叫做 我们来看一下在第一个单元当中呢 我们要讲到的语法呢有以下这一些 首先呢我们要讲的是动词变味 定冠词 名词的阴阳性 国家语名词前面的借词 主有形容词不定贯词 以及疑问句get的用法 这是我们第一个单元的任务 OK那么第一单元的对话当中呢 你可以学到以下这些对话的内容 首先呢会学会打招呼 然后呢就姓名职业年龄联系方式 来进行问答 表达喜好 自我介绍和介绍他人 以及打听某人的消息和数数 好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开始看 第一课叫做欢迎 好 大家先跟我读一下这个单词 这个单词就是英语当中的welcome这个词 好 法语呢叫做第一个词你已经很熟悉了 叫做bien bien就是好的意思对不对 好 bienve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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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非常好 好 那么欢迎叫做bienvenu 好 那我们看一下一课的bienvenu里面呢 欢迎 可以学到哪些内容呢 好 我们的语法要学的是动词变位 阴阳性 疑问句 kid的用法以及数数 对话的部分呢要学的是打招呼 自我介绍以及问答姓名 好 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开始 第一节课的正式的法语浪漫学习之旅 好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课的语法 首先呢是第一个在动词的三类变位了 大家知道动词呢实际上是在法语当中呢 动词要根据人称进行变化的 不要告诉我你没有看过 你是见过他呢 每个人都见过 OK 好 那么第二个呢是第一组规则动词变位的规则 然后是être的变位 规则 être就是必动词是这个词 然后呢是名词分一样性的一个简单介绍 最后呢是gui这个词的一个用法 O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第一个语法点叫做动词变位 就是la conjugaison动词变位 动词变位呢实际上大家都已经见过了 我们在学习英语的时候呢有这样一种现象 比如说必动词 大家可以看到必动词这个词 就是是啊是它的原型 它会根据我你他进行相应的词形的变化 叫做i am you are she is 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变成m are is OK 那么法语呢实际上也是这样子的 也就是出来一个动词的原型 它会根据人称的不同发生相应的变化 那么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人称 也就是主语代词 好 主语代词呢一共有八个在法语当中 分别呢是我你男他女他 我们你们男他们和女他们 好 一起来跟我解决一下他们的发音 好 第一个词呢叫做je OK 这个je发的是je这个音 连起来就天很热这个音差不多 好 第二个是你啊叫做t t ok il il 女他el l 我们s不发音欧语是个组合读作u连起来 nou nou vous vous il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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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非常好 再来一遍 je tu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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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浓 vous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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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就解决了主语代词 我们才可以来看动词的变位是什么 因为你还记得吗 老师说过 那动词的变位是根据主语代词 来进行相应的一些变化的 对吧 好那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以这个词来取例 来看一下动词变位是如何来变的 那么这个词呢 是应用非常广泛的一个词 叫做是 OK跟我读它的发音 叫做être être 非常好 好 那么être呢 根据我你他 我们你们他 他们会呈现不同的形式 我是叫做 je suis 好很快的华音 于 于 je suis OK 好你是叫做 去 好男他是 女他是 好 好在此呢 大家要特别小心的是 在发音当中呢 一定要注意这个连读 和连诵的部位哦 那么est的发音就 osd的发音呢 叫做 e 他的音标是这样写的 它是一个特殊的发音 sd的结尾是不发音的 那么il 它是一个主语为代词的情况 那么跟后面语言音开头的动词 一定要连为一体来发音 所以再听我读啊 他叫做il 是叫做e 连起来 ile 很好 来下面这个词 女他叫做el el 一样 女他是 是叫做e 连起来应该怎么读呢 叫做el 非常好啊 好再给我来一遍单数的形式啊 je suis tu es il elle 好 ok 好来看复述的形式 复述呢 我们是 注意我刚才强调过 e 在多音节的单词当中呢 直接化掉 还是不发音的 所以呢 直接两个发一个的音呢 ok 连起来就是some 我们是 叫做nou some nou some 很好 来 你们是 或者是您是 那么这个词呢 跟英语的you 这个词是一样的 既可以表示你 也可以表示你们 好 但是它不能表示你 因为你在这儿呢 它是你和你要区分的 非常的清楚 好 os 不发音 直接化掉它 那儿在上面加一个accent 有一个小帽子 读作a 连起来 叫做at at ok 主语读作v 那是不是读v at呢 一定不是 还记得吗 我强调过 叫做音节 是辅原辅原交替进行的 要连读和连诵 那么大家在此呢 一定要注意一个连诵的规则 也就是s 遇到原因的时候呢 在需要连诵的时候 它的发音呢 要发成z 这个音 z 所以呢 应该读成叫做v z v z 很好 vz 好 下面继续 叫做 它们是 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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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音的复数一了和单数的一了 是完全相同的 因为叫s s在结尾是不发音的 复数的l和单数的l也是完全一样的 好 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 复数的这个部分 表示 是我们是 你们是或者您是 男他们是和女他们是 好大家一起来啊 nous sommes nous sommes vous êtes vous êtes ils sont ils sont elles sont elles sont 好 好 很高 我 最后来一遍 这个动词叫做être être的变位呢 就是这样子变的 注意连读和连诵的部分 非常非常的关键啊 好 大家一起来啊 je suis, tu es, il est, elle est, nous sommes, vous êtes, ils sont, elles sont 很好 那我们就讲完了 être的变位了 好下面呢我们来取几个小句子来验证一下 刚才我们所学过的être的动词变位 好大家先看第一句话叫做我是爱丽丝 那么名字呢叫做Alice Alice是一个法国女生的名字 领起来呢叫做Je suis Alice Je suis Alice 很好 你是Belle 阿语的发音合起来是个组合叫做O叫Belle Belle 就是你是Belle对不对 叫Ju est,Belle Ju est,Belle 很好 来她是Ale d'O 她是Ale d'O叫做注意连读哦 I l'est,Ale d'O I l'est,Ale d'O 好下面她是Nicol E l'est,Nicol E l'est,Nicol 叫做您是Falgo女士吗 好您是注意依然还是要连读的哦 在这个位置连读叫做Vousette Vousette Vousette 女士这个词额在结尾也不发音连起来叫做 Madame 很好 Madame Madame Falgo Falgo 好一起跟我说 Vousette Madame Falgo Vousette Madame Falgo OK 好那下面呢 我让大家跟我一起读一遍这些词词 这些词词的变位一定要非常的熟悉 文文老师说是重点的地方 大家一定要记因为会设计到你将来学习的循序渐进的一个基础 OK你要背到像我这样熟练才可以哦 我说At的变位你就要背 Jes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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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那掌握了At的变位之后呢 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下一个非常重要的语言点了 那就是现在时当中的三类动词 好那么法语当中呢会把动词按照它变位的规律的不同 分成三类 分别叫做第一组规则动词 第二组规则动词和第三组不规则动词 我们刚才给大家讲过的At 是这个词的变位呢 它是属于第三组不规则动词的 也就是说一个动词呢需要有六种变位 针对不同的人称来变 那是不是在法语当中所有的动词都要变成六种形式 不同的形式呢 当然不是了 那这样就太让人崩溃了对不对 那其实呢很多的动词都是有规律的变位 你只要背过这个规律按照这个规律来变就可以了 所以没有那么复杂 那什么叫第一组规则动词呢 大家听好 所有的动词的结尾 以RH结尾呢 在动词里面RH结尾我们发作A这个音 都属于第一组规则动词变位 OK 但是要除掉一个动词之外 这个动词呢叫做 Ali Ali 也就是英语当中的go 去这个词 那么除掉它之外 那么除掉它之外 所有的以RH结尾的动词都属于第一组规则动词 OK 好 它的发音是A 再来看第二组规则动词 第二组规则动词呢 是以EH结尾的 那很容易它的发音就读作 EH EH 但是在此我们不可以特别的说它的百分比 因为我们只能说它大部分的以EH结尾的词属于第二组规则动词 但是有极个别的 它还是属于第三组不规则动词里面 那么针对于第三组不规则动词 大家需要一个一个的记起来 这个只能靠你的硬功夫了 要下一点苦功夫才可以 好 那么大家记住了 一共配合三类动词 叫做第一组规则 第二组规则和第三组不规则 第一组规则是以A结尾的 就是ER结尾的发音叫A 第二组规则是以ER结尾的 就是ER EH 发音是 那么第三组不规则 就是要耽搁的背起来 比如说我们今天已经学了一个了 叫做ET 是这个词属于第三组不规则 好 下面呢 我们就来做一个小练习 考察一下 你是不是已经都理解了 好 首先 大家看一下这两个词 告诉我它是属于第几组的词呢 好 那你已经非常清楚的看到了 第一个词叫做Bahle Bahle 它是恶爱和结尾的 第二个词叫Tavaye Tavaye 它是恶爱和结尾的 OK 那么既然都是A结尾的 所以是属于第一类规则动词 好 看下面一个 Finire 结束 Choisir 选择 Re 成功 都是以ER结尾的 属于第二组规则动词 好 第三组 既不是以A结尾 也不是以E和结尾 Faire Etre avoir 所以把它归到第三组 不规则动词 好 首先做一个动词变位的时候 要分到底是属于第几组词才可以 好 那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要讲的 这个第一组规则动词的变位规则 今天要讲一个万能的武器 掌握它 就可以掌握所有的 第一组规则动词变位的一个规则 你就不需要一个一个词的去背了 好 那我们来首先确定一下第一组规则动词 你还记得吗 什么叫第一组规则动词呢 也就是所有的以 恶爱和结尾的情况 对不对 也就是动词呢 以恶爱和结尾 但是除掉一个词之外 这个词叫做 Alle 去这个词 它属于第三组不规则里面的 好 比如说我们拿这个词来作为举例 这个词呢叫做 大家自己偏读 叫做 Barle Barle 它是英语当中的speak 这个词叫做 讲或者是说 好 那么因为有动词变类 所以针对我你他 我们你们他们 这六个人称 需要进行相应的一个变化 它是怎么变的呢 有规律哦 好 首先呢 如果出现恶爱和之后呢 我们需要先把恶爱和这个 统一的词位给去掉 现在词根叫做 Barle 剩下的Barle Barle 然后呢 在后面根据人称 我 你 男他女他 我们 你们 男他们 女他们 分别在这个词根的后面 加上相应的词尾 加上 E E S E O N S E Z E N D 请大家熟练的背诵 加的这个词尾 再来一遍哦 闭着眼睛想一下 分别加的是 E E S E O N S E Z E N D 好 前面的三个 E S E 都是不发音的 E N D 在第一组 规则变位当中 永远不发音 牢记它 ONS的发音叫做 ON OK 发ON的音 E Z的发音呢 永远读作A 所以连起来呢 它的变位 就会变成了这样一种情况 就是 Barle 去掉ER Barle 然后呢 分别加上相应的 我们刚才背过的 E E S E O N S E Z E D 然后 它的变位的效果 就出来了 就正常的变位了 叫做 我说你说 跟我读啊 Je Parle Je Parle Tu Parle Tu Parle Ile Parle Ile Parle Ele Parle Ele Parle 发音都完全的一样 就是一个音 原形叫做 Barle OK 然后去掉 E音 Barle E Barle Barle 就这个音了 好 我们说的时候叫做 Nous Parle Vous Parle Ile Parle Ele Parle 注意 E&D是不发音的 这是一个特殊的发音规则 所以最后的效果是这样子的 大家听我说一点啊 Barle 的动词变位 Je Parle Tu Parle Ile Parle Ele Parle Nous Parlon Vous Parle Ile Parle Ele Parle 非常好 那前四个发音 和最后两个的发音 都是完全一样的 只要把A音去掉就可以了 那么中间呢 Nu的时候 后面加Ong这个音 Wu的时候呢 后面加A这个音就可以了 好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来背一下 大家跟我来 再来一遍啊 Barle 的发音 也就是叫做 讲或说这个词的动词 变为 Gongju Gaison 好 预备 开始 C'est parti Je Parle Tu Parle Ile Parle Ele Parle Nous Parlon Vous Parle Ile Parle Ele Parle 记住了吗 OK 好 它的发音特点呢 大家注意 还是前三四个人称 和最后两个人称的发音呢 是去掉A的这个尾音 就可以了 OK 好 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相应的例句 那么第一个呢 叫做 您讲法语吗 法语这个词 请大家自己直接拼读啊 叫做Francay Francay 您讲法语吗 直接就是您 讲 法语 直接按照中文语序 摆出这几个单词 就可以了 注意动词变味 叫做 Vous Parle Francay Vous Parle Francay Vous Parle Francay 好 回答 说是的 我讲法语 大家注意 是的这个词在法语当中呢 欧语的发音叫做 Woo 然后加上Y 很快地滑动过去 叫做 Wi Wi Je Parle Francay Je Parle Francay OK 好 说他讲 意大利语吗 叫做 Vous Parle Italian OK 我在领读的时候会读得比较夸张一些 那么现在示范一下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 Vous Parle Francay Oui Je Parle Francay Ule Parle Italian Oui 好 这是几个小例句 大家注意呢 在这个例句当中呢 Par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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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词的一个动词的变位形式 根据主语进行变化 OK 好 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词的动词变位 大家首先先告诉我 这个词是属于第几组规则动词 OK 很简单 当然上面也写了 以鄂埃赫结尾的 那么它属于第一组规则动词 变位规则是完全完全一样的 之所以拿出来这个词的变位呢 它依然 还是以鄂埃赫去掉 然后呢 加上 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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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味 完全没有变化 那么之所以要举它的例子 是因为 它是以原音开头的 大家注意这个 阿是在此法语中是不发音的 对吧 先把它化掉 它是以原音开头 所以会涉及到 跟主语的一些联音和联诵的部分 大家要小心 再次我要给大家解释的是 以原音开头的动词变位当中 跟主语部分的连读和连诵 好 一起来一遍 大家首先看第一个词 原来我住 我叫做je 还记得吗 je的一个写法 那么因为遇到了原因 所以呢 je这个词呢 就要把呃去掉 直接加一撇 变成直接的连读 二十步发音 叫做rapite rapite OK 好 原型呢 叫做abite abite 好 然后呢 你就把它变成 这个动词变位叫做rapite rapite OK 好 第二个去 是不需要进行省音的 叫去abite 去abite 好 然后注意这里 ye了和abite合在一起 注意连读 来 请大家自己尝试一下 叫做ye la bit 很好啊 ye la bit 同理 女她住在 叫做ye la bit ye la bit 很好啊 好 单数的部分 给我来一遍 注意连读 rapite rapite 去ab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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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la bit e la bit e la bit e la bit OK 好 那到了复数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我刚才强调过一个连读和连诵的规则吗 就是 s在连诵的时候应该读什么呢 应该读的是z这个音 一定牢牢地记住这个规则啊 因为应用广泛呢 好 所以呢 s连读读z 本来不发音读no 但是因为有原因 所以它要发音进行连读连诵 所以那叫做no 二十步法语no zabiton 很好 一个音节一个音节的读啊 音节等一样原则啊 叫做no zabiton 很好 no zabiton no zabiton 我们住在 对不对 好 下一个 vous vous 咬下唇啊 vous zabite vous zabite vous zabite OK 好 il zabite il zabite 都是s的连读连诵的音在里面 好 听我示范音片复述的读法啊 nous habitons nous habitons vous habitez vous habitez il zabite il zabite el zabite el zabite OK 好 这就是habiter 这个词的一个动词的变位 注意 再说一遍 以r结尾的属于第一组规则变位 可以去掉er之后呢 剩下一个词根叫做abite 那么它的发音依然还是去掉er加上e es e o n s o z de e nd 注意 nd是不发音的 然后注意连读连诵和省音的部分 OK 好 下面呢跟我老师一起来背诵一遍呢 好 可以暂停视频 先自己背背看啊 好 那这样子大家跟我一起来背啊 habiter habiter 好 它的动词变位是 预备开始 j'habite tu habite il habite el habite nous habitons vous habitez ils habite el zabite très bien 好 非常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什么时候是需要省音的呢 因为大家学的东西呢还比较少 所以呢 在此只是听一耳朵就可以了 接下来遇到的问题 你就想一想再翻译一下这一页视频 大家就更加的明白一些啊 好 什么时候要省音呢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 本来呢 是我住在叫做re 是我住叫做habiter 但是因为re我这个词呢 遇到了原因 所以呢 它要省成叫做re一撇 对不对 加一个省文撇 所以要省成habiter habiter 那么在法语中有哪些词 需要把后面一个单 一字母给省掉 然后加省文撇呢 以下这些单词是需要省的 注意 遇到原因的时候才可以省啊 叫做le la queue je ne se see 这些词是要省的 OK so这个词 大家注意 它是英语当中的this 它只有在遇到say 这个形式的时候 才会省成sc一撇的形式 表示this is this is 这是什么东西 那么另外呢 see就是英语当中的 如果if 这个词 它只有在遇到e le 或者付出e le的时候呢 才会省音 其他呢都是遇到任何的原因 都可以省掉 好 那么具体呢 我们就先不再进行深入了 大家学到后面的时候呢 会反过来再去强调它 ok 好 那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几个 这个小例句哦 关于abite这个词的 好 abite 去处 请大家来拼读一下 这个句子叫做 还认得吗 你 处 OK 好 这个介词叫做 上面加了一个小标号 注意 它大概相当于英语当中的at 这个词就是在一个地点的意思 好 去abite abi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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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北京 那么08年之后啊 我还是在法国 那个时候跟法国人问起来 北京哦 他还是不知道是哪里 特别是一个小 一些小城市的法国人 你只有跟他说 abigan 他就说 哦 这是中国的首都北京啊 ok 那注意他的发音 叫做 abigan abigan 非常好 那前面一个介词叫做 abigan 好 跟我读 你住在北京吗 去abite abigan tu habite abigan voilà tu habite abigan 说不 我住在巴黎 ok 不这个词呢 英语当中的no 在法语中呢 读做on的发音加笔音呢 叫做non ok 我住 来自己读 jabite jabite abari jabite abari 那么很多的情况下 读快了 这个叫连读 也就是说原来发音的 那么继续发音 连在一起发音 叫做 jabitabari jabitabari 再来一遍 jabitabari ok好 再听我读一遍呢 tu habite abigan non jabite abari 读快了 就会有连读的效果出来了 叫做 tu habite abigan non jabitabari jabitabari voilà ok 好 继续 那你住在什么地方 和您住在什么地方的一个练习 您住在 里昂吗 好 这句话叫做 注意连读啊 叫做 vous habitez a lion vous habitez a lion vous habitez a lion 说不 我住在 马赛 叫做 non jabit 连读 jabitabari marseille jabitabari marseille voila marseille 巴黎第一大城市 马赛第二大城市 里昂是法国的第三大城市 好 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 那么同时呢 你要注意到 habite跟主语相对应的时候 后面所写的词位的变化 好 大家一起来 habite 好 tu habita 大家把这些句子背过来哦 那这样子 大家从现在开始就可以讲法语了 OK 好 下面一个呢 我们要给大家讲的是 apply这个词 那么apply呢 实际上它表示 我叫什么名字啊 我们要学这一句话啊 apply它是以 err结尾的 大家可以猜到 它是属于第一组 规则动词里面的 但它会有一些小小的变化啊 OK 结尾依然还是 去掉err之后 加err s err on s err的end 是不变的 然后它的变位呢 会有需要的一些发音的变化 然后大家会发现呢 它的词根是有一个l 但是在前四个人称 以及最后两个人称的时候呢 一个l变成了两个l 其他是不发生任何变化的 OK 所以呢 我们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呢 也可以把它归到第一组变位里面啊 因为它依然是以err结尾的 好 大家给我读一下它的发音啊 它说我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你先不用纠结前面这个m1品是什么 大家就胡沦吞枣 以后我们讲代词是动词的时候呢 会给大家详细的解释 好 来跟我读啊 我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啊 好 第一个叫做 je ma belle je ma belle tu ta belle tu ta belle il s'appelle il s'appelle el s'appelle el s'appelle ok 好 大家应该是感觉到了啊 中间 前四个人称最后两个人称的 E发的是爱这个音 但是到了这两个人称的时候 这个E发的就是他的本音 就是E这个音 好 大家再跟我来一遍 Je m'appelle Je m'appelle Tu d'abelle Il s'appelle Elle s'appelle Nous nous appelons Vous vous appelez Vous vous appelez Il s'appelle Elle s'appelle OK 现在大家可以把视频暂停 请先背诵以及读书 Apple这个词的动词变为 OK 好 你已经背过了吗 来 闭上眼睛试着背一下 那复述的形式不要求 但是单数的形式要求你 现在就把它背过来 因为我们接下来就要讲课 我会用到这些句子 好 一起来 Apple Je m'appelle Tu d'abelle Il s'appelle Elle s'appelle Nous nous appelons Vous vous appelez Il s'appelle Elle s'appelle OK 好 下面呢 我们就开始讲法语了 好 你还记得吗 叫做您怎么称呼 叫做 Vous vous appelez 所以呢 您怎么称呼 我们在后面加上一个单词 叫做 OK Comment Comment Comment呢就是 怎样的意思 叫 Go 两个M发一个M的音 Comment 英语当中的How这个词 OK 那你的回答是 我叫什么名字 叫做 Je m'appelle Je m'appelle Je m'appelle Lucie Je m'appelle Lucie 我叫Lucie 好 再来一遍 您怎么称呼啊 Vous vous appelez Comment Vous vous appelez Comment Je m'appelle Lucie Je m'appelle Je m'appelle Lucie OK 好 那我们就看完了如何 动词变位的这一章了 记住啊 一共动词特别三类变位 第一组规则 第二组规则和第三组不规则 我们今天看了一个第三组不规则 叫做at 是这个词 然后呢 我们讲了第一组规则动词的变位 一共分别取了三个动词 大家要记住这三种情况 基本上就涵盖了第一组规则动词里面的 一些应该注意的语发点了 组规则动词